Hello 大家好 好久没见了哦 因为前段时间呢 我给自己放了一个小长假 我去旅行了 然后这次旅行就坐了比较久的长途飞机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有的朋友会说他们特别害怕长途旅行 因为觉得很无聊 但是我是那种只要上了飞机立刻就能睡着的人 所以我就在想着 是不是因为我一直以来的工作都是飞来飞去 然后尤其是一些工作日程 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就只能靠在飞机上 短暂的补个棉 装个垫 然后养成的习惯 我通常是上了飞机 我会先看会儿书 然后如果飞机上冷气开得特别足的话呢 我就会盖上机足的毯子 反正盖上之后我就会觉得很暖的 然后莫名有一种在家的安全感 然后看你书很快很快就睡着了 所以呢这次旅行我就买了一个 时刻能够让我重温这种感觉的好东西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这条头等舱的盖毯 特别的软绵舒服 我现在每天在家都盖着 然后前段时间有一个外景拍摄 因为在室外拍摄时间很长嘛 那浑身真的是汗流加倍 但中间休息的时候呢 一进这个空调房 你就会发现这个尖周啊和进步就会很酸疼 我就立刻从车上把这个毯子拿到了现场 就是它 因为它挺大的 你看就是这样 可以把你整个人都裹住 然后它接触到皮肤呢 是很舒服的感觉 不会觉得闷也不沉 就感觉这一只很温暖 然后毛很松软的 猫猫在这样环抱着你 就跟Cookie一样 但是它的优点是 它会掉毛 但它不会 而且还因为这个毯子 它用的是上等的材料 所以它的手感特别好 近距离看 虽然它也是这样编织的 但是你看摸起来特别的舒服 这些毯子我曾经买过 它这个上面就会有一些那种小符毛 所以你披在身上会觉得渣渣的不舒服 但是它不会 披在脸上啊 手上啊 就是这样啊 真的很放松很舒服 像我现在在家里看书啊 或者在沙发上 注意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会过上 我还买了一条放在车上 有时候车里冷气太冷的时候 或者比如说去看个电影啊什么的 我都会随身带着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 我这次在旅途中发现 自使用又能够提供居家幸福感的小东西 所以假期一结束 赶紧就把这个假期里 收集到的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咯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 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拜拜